基隆疫情持续延烧 现在聚人人数是不断的增加 因此基隆市府现在是在市民工厂这边 架设了快筛站 没看到今天一早虽然说天空是不断的下雨 不过来筛检的人数还是非常多 外头雨下不停 筛检站内的民众谈特心情也如雨下 基隆多点爆发疫情 台大感染科医师林氏璧就说明 全台六条线中最要担心的就是基隆社区感染 包含卡拉OK小吃店 景区还有校园通通沦陷 二十七号更是睽違十个月爆增近百例 是哪里出现防疫破口 外界把矛头指向这里 是否因为路径减缩成十天隔离 导致感染扩大 林氏璧说台得观察定序结果 不过相较亚洲临近国家 香港从二月中农历年后一天增七千多人 到三月十八单日新增两万多人 韩国也是农历年后单日十万多人 三月篡升到六十万人 相比起来台湾疫情比较晚爆发 本土确诊案例增长平缓 直到三月中后十多例新增 到二十七号爆增八十三例 纵观来看医师认为大多是轻症 疫情还在可控范围 但几千例中还是有三例中重度患者 尤其没打疫苗长者 罹患重症和死亡 几率还是高 而二十八号也是二十八期疫苗开打 先前预约率不到两成 显示打气不佳 截至三月二十五号 全国疫苗覆盖率追加剂也不到百分之五十 疫情还在延烧 民众口罩戴警之余 疫苗不能还大 TV新闻 徐坤山高盛行张慧仙 SNG小组基隆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